你 父亲 怎么回事 沐建峰 我不管你们家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请你把它处理好 你看看 莫里都要你们那种什么样子 对不起啊 老爷 沐建峰 我什么都不想你 我快被烦死了 我得知道你伤得重不重 疫情的 毕竟是连过三大的 伤得再重 我都会好的 我只是不想再看见你 看见你们 请你们从我的生活中 彻底消失 我现在活得就像是 苍家犬一样 每一个人都想把我赶出他的人生 带兵打仗 一个山头还没攻下来 就当了逃兵 沐连长 你也不过是凡夫俗子中的一颗 出去吧 我现在都不希望 自己真的是在一个 萧嫣弥漫的战场上 在那里 不想败 还有一个壮烈的词叫做牺牲 往是为了江山设计 哪怕是当铁道兵钻山洞 也还可以壮志为仇 身先死 还现在呢 我在这么一个乱七八糟的处境上 可不就是 我让你们见晓了 让你们见晓了 我